嗨,大家好,我是在美国赌场工作的疯婆子 今天我真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级 因为我终于鼓足勇气来打疫苗 结果我昨天预定的是今天10点钟 但是他们给我打电话说 这个沃尔玛只有一个人就是我 所以他们希望我星期五来 但是我说我休息的话 我最好还是在休息的时候打 因为很多人说他们打完之后有不适的反应 这样我可以待在家里头 所以我希望他们给我转到其他的地方 我今天可以打,我们看一看吧 每次来超市我都喜欢看这些花卉 真的好漂亮,好想买 这是我最喜欢的太阳花 真的好想归为己有,好漂亮 最喜欢看这些新鲜的蔬菜和水果 我现在就要转到另一个地方 不过不是很远 要开车15分钟左右 好害怕打针 好了,我们现在要赶到另一个温尔玛 没想到今天我像赶机一样 可能美国的民众太冷漠或者是太积极 他们都打完了 我之前听我的同事说他们打完之后 会有一些不良的反应 胳膊疼或者是身体不是出冷汗 所以我一直很恐怖 我不知道我要不要打 但是现在我想 打了之后可能对自己 还有对别人也是一个很安心的作用 所以说我今天就选择在我休息的时候 我去打疫苗 但是我今天我好想去摘樱桃 所以我还在犹豫要不要去 我不知道我打完了之后会有什么反应 We will see 我现在终于又开到了另一个沃尔玛 这一路上每一个十字路口都有很多的摄像头 虽然很好对吧 但是我还是很胆战心惊 因为之前我的一个同事 他就是因为超速被拍下来了 把罚单寄到了他的家里 然后他要么就交罚款 然后保险费用会连续上升三年 但是你也可以交罚款 然后去上交通安全课 所以他选择了去上交通安全课 所以我真的是开车的时候都非常的小心 注意交通安全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很多年没打过针了 我真的好害怕呀 我现在坐在这里等待 好吓人啊 先把它清理一下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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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对 对 好 是的 OK 我现在终于打完了我的疫苗 然后打完了之后胳膊马上就会有一点疼 然后我要在这里等15分钟 看看我有没有不良反应 然后就可以回家了 我终于打完了 简直是一身的轻松 当时打的时候有一点疼 现在感觉好多了 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了 总算完成了一件大事感觉 我都已经十多年没有打过针了 其实以前去洗牙的时候打过那种麻醉针 但是像这种往胳膊上打的 真的是十多年没有打过了 希望这个可怕的疫情快点过去 大家都恢复健康的快乐的生活 大家都保重 然后现在是送孩子们去雨华帆船 打完疫苗我就火急火燎的把我家两个孩子送到了帆船俱乐部 因为他们要帮助夏令营的孩子学习帆船 然后下午他们还有帆船课 有的时候我真的不想当一个称职的母亲呢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有的时候把我自己忙得团团转 睡觉的时候也经常会睡到一半 然后就起来去接他们 因为天气实在是太热了 所以我也不想让我的孩子们太辛苦 我家两个孩子呢 其实也很棒 他们也尽量的在帮我 这么大热的天 有的时候我还没有下班 他们就自己走路一个小时 在大太阳底下 去进行帆船训练 所以我真的是也尽力的在帮助他们 现在呢 你知道吗 打了疫苗之后 我没有什么不良的反应 现在 所以说我决定要开车一个多小时 将近一个半小时吧 去摘樱桃 只有我自己去 你之后有多疯了吧 但是摘樱桃 对于我来说 每年真的是一个最期待的一个事情 因为那个樱桃简直太好吃了 风景 风景也非常的好 其实 带着我家两个孩子去呢 他们也只是在树底下乘凉 看风景 摘樱桃的任务也都归我 所以呢 今天我就想自己去摘一些回来 我很少买饮料喝 但是今天太热了 我还是买了一瓶饮料 饮料也喝上了 樱桃也摘了 好了 开车回家 No But I know you have a good sense of humor Sounds like he had some real zingers Way him on me Marjorie's so old Hey Give me back Give me back 打完了肺炎疫苗 然后我又跑去摘了樱桃 我折腾腾的折腾了一天 现在终于回到了家 不好意思 我家猫挠我的打针的地方 我的表情把大家吓着了吧 其实我家猫也把我吓着了 本来我还在想 那个贴在上面 我还在想 这回我终于可以不用洗澡了 结果它过年挠下来了 害得我剪下来 我又把它粘上了 我一点也不怀疑 那是我养的猫 你想想 疯婆子养的猫能不疯吗 我们这座楼呢 在做防水 所以外面搭了很多的架子 已经搭了很多个月了 按照这个速度呢 估计又是个试剂工程 从我打了疫苗 到现在已经六七个小时过去了 我并没有什么不良的反应 很庆幸 不知道晚上会怎么样 反正我明天休息 所以我已经做好了在家休息的准备 去打疫苗之前 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 只是要拿上保险卡 然后在打疫苗的时候呢 会要求提供ID 添一些表格 然后就可以打了 然后我问了他 如果没有保险应该怎么办 他说没有保险也可以打 把这个政府给提供费用 我打的是强生的疫苗 只要一针就可以了 然后很多人包括18岁以下的孩子都要打那个 辉瑞的 打两针 我的孩子说妈妈 好多人都说辉瑞的比较好 然后 但是我觉得一针可能更方便吧 我不想被扎两下 因为真的是很害怕 很恐惧 然后我也很担心 因为我的很多同事打完了疫苗之后呢 都会有一些不良的反应 比如说胳膊疼 冷 打寒症 睡不着觉 所以我就一直拖着没有打这个疫苗 我的朋友听说我要去打疫苗 他就鼓励我说要往积极的一面想 然后我的孩子听说我打的是强生的疫苗 他说妈妈你知道吗 网上说有很多年轻的女性 打完了这个强生疫苗之后 反应会非常的不好 然后我往积极的方面一想 我已经不年轻了 所以我肯定不会有什么不良的反应 够积极吧 今天外面超级热 都快把我晒粘了 所以我回到家去这样棚头垢面的就开始录视频 因为我还怕我一躺下去就睡着了 打完了疫苗 我就感觉像完成了一件大事 因为确实是对自己还有家人都比较安心了 因为这个疫情确实是影响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希望疫情快点过去 让我们大家都恢复正常的生活 也希望大家都保重身体 度过美好的夏天 还有每一天 我们下期视频见了 爱你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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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